向王一气灌篮将士气拉到最高点 SBL超级篮球赛6号到23号将比赛移失到桃园巨蛋举行 高雄九泰科技8号对上宿敌台湾品酒 一开始就展现高昂气势 球迷也奋力呐喊要取得胜利 拉拉队也在中场休息来个热力奔放的舞蹈 炒热球赛气氛 面对强敌高雄九泰科技使用各种坚实防守与进攻战术 希望为球队再添一场圣机 因为上一次因为他们篮下那只摩尔真的是太高了 然后可能他我们跟他们打练习赛 他可能状况没有到这么好 所以我们有特别对他回去做修正 对啊就是防守的一些布阵 我们就是努力把每一天的 就是教育下打的战术做好 然后全力拼进每一场球这样 一样平常心嘛 就像教练讲的我们就做好准备 然后用积极的态度 然后有信心的出手 然后遵守教练就是给了指令 我觉得上次就是上一场就是我们自己的命中率不好 所以我们这场就是要再调整 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场地 然后我们也来这边训练我觉得是蛮有信心的 上次对台平是输球嘛 所以其实这个礼拜都有针对他们来做训练 上次其实我们第一节是单洋将 那这次其实我们第一节是把两个洋将同时上场 第一个还是从防守做起吧 因为上次其实也被他们的getaway得了不少分 然后再加上防守篮板也没有保护得这么好 所以我现在这一次第一节才会把两个洋将同时摆上场 只不过台湾啤酒的阵容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开始就将笔数拉开 韭泰科技穷追猛打 小黑曾博裕还一连追分 最后两分钟一度领先 但胜利女神的目光却投向台湾啤酒 中场韭泰科技是以79比83拱手将胜利嚷出 然而桃园近日疫情升温 市府体育局6号起也加研防疫措施 各场次各球员及裁判需提供当日快塞证明 上场球员可以不用戴口罩 其余一律全程佩戴 而现场也采间隔座位 让观赛环境更有保障 让这个球迷到现场的话 就是做开来 做开来的话 这样子的话对防疫的话会更有帮助 那这一点的话 另外的话还有说针对球迷进场的时候 我们也是加强做一些 包括这些酒精的擦拭 然后还有一些包括一些量体温 那些我们都要确实的去做到 那另外的话包括这些球员 在上场之前的话 我们有给他们做一些家用的一些筛计 就本身这些球员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才能上场去比赛 等于算是脱掉口罩来比赛 热血球赛桃源开打 偏偏遇上疫情搅局 但并没有削减球迷热情 防疫规格加盐 也希望民众配合 让比赛顺利进行 球迷也能安心到场加油观赛 记者吴永存桃源报道